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 12 月 7 日,星期一 先來回答幾個網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Weberley 的免費網址可以用多久? Weberley 的免費駕站軟體 它可以用的網址沒有時間限制 依照我以前用到現在的經驗 它沒有時間限制 但是它有一點點風險 運氣不好的話 我以前曾經 三年前 三年前曾經遭受過一次 被帳號被砍的命運 我們等一下再講為什麼 第二個問題 和付費功能有什麼不一樣? 免費的 免費的 Weberley 和付費功能有什麼不一樣? 大概幾個不同 因為 Weberley 它分成四個版本 一個是免費版 Starter 版 Pro 版 一個是 Business 版 費用是從便宜到比較高這樣子 如果是最便宜的付費版 它可以移除 Weberley 的 Logo 就是最下面的 Weberley 的 Logo 可以移掉 第二個是 我剛剛講的 它比較有保障 就是你付費的話 你的帳號比較不會隨便被砍掉 但是它平常其實免費帳號 它也不會隨便砍你 三年前有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被砍 可是那一陣子是為什麼呢? 那陣子有非常多的 網路直銷 網路詐騙 網路吸睛案 然後都在 Weberley 的網站上面去刊登 因為免費嘛 結果它大掃除了一次 結果剛好那次的我的帳號被刪掉 真正的原因其實不太清楚 可是我後來我再申請了一個網站 也是免費的網站 到現在都沒有被刪過 但是有付費的話是比較有保障 我覺得 有付費的話它可以設定專屬的網址 譬如說你去申請 abc.com 那你就可以用 abc.com 當成你去使用 Weberley 的這個網址 你就可以把它mapping 起來 就是把它對應起來 這是付費的好處 那如果你沒有付費的話 你就只能夠使用 balabla.weberley.com 你只能夠這樣用 然後再來比較進階的 Pro 版本 它可以幹嘛呢 它可以去上傳影片 然後設定密碼 甚至是上傳影片 然後把它設定成會員網站 就有會員登入帳號密碼之後 才能夠看那個影片 這樣就可以把影片 或者是你不想留出去的網頁把它鎖住 Pro 版本可以設定搜尋功能 就是站內搜尋 譬如說你的網站資料非常的多 可是你要讓你的訪客或是你的會員 去搜尋裡面的很多資料的話要怎麼辦 它有一個站內搜尋的功能 你就可以有個狂狂讓人家搜尋關鍵字 就可以找到你所有網站裡面的資料 很快就可以依據關鍵字去找到它要的資料 這是 Pro 版的功能 第三個問題是 短網址要怎麼設定 我們之前有講過短網址有幾個好處 就可以把很長很長看起來很像病毒的網址 縮短成短短的網址 你要用來發簡訊 或者用來貼在line 或者是用來登FB廣告之後 貼上去的網址要短一點 都可以使用短網址 怎麼設定 在 goo.gl 這個網站可以使用 另外一個叫 bit.ly 這兩個網站 這兩個網站都是很適合去縮短網址的 當然還有其他的縮短網址的網站 只是這兩個網站我個人覺得比較穩定 因為我都用這兩個 那之前用過 不要講出來 就是 數字... .tw 的一個網站 一個縮短的網站 然後我放上去之後呢 隔了半年或一年那個網址不見了 就是找不到我原本的那個網址 所以我覺得 穩定比較重要 那第四個呢 哇 要如何讓別人搜尋到我的webally 網站 嗯... 這個跟 SEO 有關係啦 如果你沒有收... 如果你沒有付費去買廣告的話 要讓人家自然排名就能夠收到你 可以啊 就是 有幾個要素 我講幾個不用錢的要素 第一個 內容要夠多 你如果網站是剛開始的 你就每天去發一篇文章版 不管是 blog 或webally 都一樣 內容要多 第二個是內容要豐富 讓人家很想看 讓人家想看 很重要 人家如果不想看 那你內容那麼豐富也沒用 看起來像垃圾沒有用 那甚至呢 你要讓人家想要轉分享 假設你覺得這內容真的很棒啊 你要棒到讓人家覺得 不錯這可以轉分享 比如說 像生活智慧王有一些 很不錯啊 像 比如說好 我 我領子沾到口紅 怎麼樣洗掉 或者是沾到醬油 要怎麼洗掉之類的 這種文章就 很多人會想要轉分享 那還有一些心靈雞湯的文章啊 勵志性的心靈雞湯的文章 也很多人想要轉分享 可是我覺得現在很多人用心靈雞湯這類文章去 讓人家轉分享已經有一點點泛濫的感覺 因為太多人都這樣做了 太多人做就不稀奇了 對 要讓訪客在你的網站時間停留久一點 久一點知道嗎 久一點 所以呢 久一點就是你的內容要好啊 人家才會想看 或者是你的內容裡面安插影片 一個影片可能一兩分鐘 他至少就停留個一兩分鐘啊 可是這個影片當然要跟你的文章內容要呼應 即使不是你自己做的 你也要找相關的好不好 這也是讓你的網站 讓訪客進來停留久一點的方法 因為搜尋引擎他都會去偵測 某個人跳到你的網站裡面 停留了多久 幾分幾秒他都會記錄 所以如果你讓訪客停留得越久 而且來的人越多 那你的自然排名就會往前拉 我前面講的這幾個方法呢 都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他的原理跟傳統的店面是一樣的道理 跟傳統店面一樣的道理 你想想看 你去7-11逛的比較久 去傳統小雜貨店 逛沒多久你就走出來 那你看7-11的東西去的人多 傳統的小雜貨店去的人少 那你覺得哪一種店是比較吸引人的 你自己想 網站的原理是一樣的 很想快點買到老師出的新書 謝謝 12月 大概12月10號應該會先上網路書店 那可以先預購 因為大概在18-19號才會正式 在實體書店會出來 所以呢 但是你現在不要搶得上去買 你先等我 你先加入我的LINE AT 小老鼠L-I-U-B-A-B-A 小老鼠L-I-U-B-A-B-A 這裡這裡 小老鼠L-I-U-B-A-B-A 你先加一下我的LINE AT 然後我會公告網址 你點擊這個網址去購買 點擊這個網址去購買 然後我會做活動好不好 我會做活動 你點擊這個網址去購買 看一下我的活動內容 我會送你東西 不要急著上網自己去Google 然後自己去買 不要 等我給你這個網址 密切注意我的LINE AT 好不好 我是LINE AT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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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